港股昨日大幅滑落,新经济股再成抛售目标,行指二万八关多次不保。这一批高估值的互联网平台股,终于逃窮被见,无可避免地要接受市场和价值的考验。 有人问,新经济股的高估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?我认为有几个源头。一是跟从美国科企股的标准,纳斯达克指数做了很差的榜样,一再创出科企股历史新高,因而成为一众市场分析员追随的金科育律。 其二是国际大行的推波助澜,将高估值视为争取生意的手段,致使一批又一批平台经济股老远跑到美国交易所上市。 以求利用估值高而拉高上市的定价,其三是市场被不断洗脑,将过去的价值分析说得一无是处,代之而兴的是所谓看未来,看增长,为了迎合这些要求。 有些新经济股不适谷大营业额,千方百计垄断买卖,但实质上却加重了成本,使得营业额越大,亏损亦越大,新经济股通常都不派息,或派很低的股息。 持有者如何赚钱,靠的是低买高估,赚取交易差价,这就形成新经济股买卖非常活弱,占去了交易额的半边天。 大家不妨想想,香港市场当前的状况是否这样的,内地监管当局其实已察觉到问题的严重, 这才打出反垄断的正正之旗来撥乱反正,经过调查揭露出来的事实, 反映了有一些企业的主事人,贪男成性,完全没有或忽略其社会责任, 并不断打压同行,以求垄断整个行业。 这样的做法应与抵制,这也是一批新经济股被约谈, 罚款,整改的原因,后市会怎样,我相信, 这些新经济股的主事人还是比较老实的, 对整改也是愿意接受的,但必须有一段时间, 将习非城市的行业规矩加以矫正, 并制定新的公平公正的规则, 游戏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, 希望新经济能与传统经济更好地融合互保, 以速成双赢, 而不是以打倒取替行之有效也养活不小人的传统经济为己任, 否则经济秩序必然大乱, 这是谁也不想见到的后果。